日本拳手赛前挑衅战斗民族 本因为轻松拿下 结果惨遭俄罗斯壮函 乱拳击打 整个人都被打出了擂台 裁判下的金芒出手 我们今天就来回顾一场俄罗斯老铁的比赛 画面一转 眼前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 小原家泰 看了脚不去的眼神与漫不经心的动作 看来他对于这场比赛信心十足 再次开始 爱德华不给机会上来就是一轮猛攻 小原被打得节节败退 爱德华将对手逼至边角 随后又是一轮更猛的进攻 全权打在小原的头部 裁判前对手已经没有了反抗的能力 于是拉开了爱德华 终止了比赛 那让我们恭喜爱德华 以KO的方式拿下比赛胜利 在一边欢呼声中 小原一脸背痛 神情也是不甘心的 被工作人员拉到了边角 接受医务人员的检查